我们说疫情无情 但在疫情面前总有温暖人心的力量 4号开始 西洋市铁西区第二轮核酸检测的 已经正式启动的消息刚刚发布 早就在铁西区出了名的油条夫妻 李明和王丽梅第一时间就到了社区报道 熟练的领取了任务 那这两口子怎么出的名呢 油条夫妻这名是怎么来的呢 记者来到了铁西区工人街道的西站社区 在流动的宣传车上 看见了这两口子的深夜 来看 居民朋友们 第二轮合作检测时间 4号 5号 6号 3天时间 从早上9点半到晚上9点半 宣传 给这个宣传 这个疫情几点 做核酸 什么时候做了 都需要带什么 就开始完了 再运送物质 有些年龄大的 下半楼的 都是上家 我拉着这个核酸 我就拉着那个医生 和这物质什么的 上来回跑 检测体温 采集信息 引导秩序 开车宣传 这两口子已经说不太清 自己的具体工作是什么 但是在社区干部的眼里 已经是铁杆志愿者的两夫妻 已经成了经验丰富的一块砖 哪里需要 哪里搬 原来早在2020年 疫情爆发后 经营早餐摊的两口子 就坚持给一线防控人员 免费送了两个多月 热乎乎的早餐 油条夫妻的身影 就已经牢牢地 记住在了人们的脑海中 名字也就流传开来 这次沈阳全迷核酸检测开始 这两口子熟悉的身影 又重回大家伙的眼中 零下二十几度的气温 不停地上楼下楼搬来搬去 记者注意到 两口子却始终戴着薄的香蕉手套 大哥我看您这个手套 手上戴着手套是薄的 为什么不戴这种厚的手套啊 因为戴着厚的手套 我这个有时给他们发片 这个薄手套 它能发片能给卸一些 我这搬东西 一会干这一会干那的 没有时间来换这个手套什么的 就是如果要是冷了 就活动活动 捏捏来我捏那手戳出来 从第一次核酸检测到今天 早上六点多就到港 晚上十点多才回家 两夫妻每天都要工作 十多个小时 妻子王丽梅用行动陪伴 支持着自己的丈夫 他俩说 一定会力所能及地 坚持到疫情结束的那一天 我家是农村的 三年以前和爱人来到沈阳 我来到沈阳 沈阳是我第二个故乡 我想为沈阳做点小小的贡献 记者刘晨浩 孙诗涵报道 疫情当前正是因为 一个个平凡的 你我她的知识配合 让我们有理由相信 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们熟悉的沈阳 很快会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